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应该很多网友都知道 就在这个大山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户老乡啊 在这边一住就是几十年 这边呢 没有信号 与外界都很难联系 但是他在这里啊 过着神仙般的日子 没想到啊 年收入比一般人的年薪都要高 多的一百万 不敢妄加猜测啊 但是这附近的人呢 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老乡啊 每年呢 最少都能收入 四十万以上啊 然后刚才我也看了一下 这里的环境 大家一起看看啊 他在这里干什么 大家看完应该就明白了 不过啊 在农村的网友 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靠山吃山有经验的人呢 年路几十万 是不足为奇的 这个老乡 在这边也是普普通通的 养植啦一些动物 还有种植啦一些果树 老乡呢 在这里养植啦 有很多种动物 还有家庭啊 这条小溪里 大家可以看到 有鸭子 然后还有鹅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非常多 将近有五十多只 然后还有山上 种啦果树啊 这样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那山上啊 就是果树了 然后那山上 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呢 大家仔细看一下 非常多的鸡啊 全部都是鸡 那山上啊 老乡说 放那有两千多只鸡啊 满山遍野的 然后还有一些 上啦上面 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 还有就是果树啊 我拉大镜头 给大家看一下 那边的呀 都是鸡 还有就是 跑上山里去来的 跑上山里去来 就看不到了 然后还有养殖啦 有动物 我们看一下老乡 到底养殖啦 什么动物啊 还有这个地方 也很多鸡啊 下面的矮房子 老乡就是拿来养殖动物的 还有这边 也有个矮房子 山上呢 老乡就是种植的 这种果树 就是金豆啊 然后山上 全部都是这种果树 这个矮房子 老乡都用这个薄膜 封闭起来了 走大家看一下 养的是什么东西 这样子不知道 能不能看清楚啊 就是这个白色的 哇 现在非常大了 有几百斤了 就是 普通的 猪 下面养的也是猪 老乡呢 在这边就是随便养殖啦 一些家庭 还有猪 还有种植这个果树啊 每年都能最少收入 四十多万 非常的羡慕啊 像这种靠山吃山 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项目 爸妈老乡 像这种靠山吃山啊 还有没有更好的发展啊 欢迎大家屏幕小房留言探讨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先分享